嘿咻 哈 有一把愛的禮物 我要把它送給你 你好 大家好 幸福路上市時尚是我到美國上電影學校 上劇輪課第一課所受到的震撼教育 因為老師跟我們講說 你不要去想虛構的故事 你去想你是誰 你從哪裡來 然後那個時候我覺得我根本沒有故事可以講 因為我來自一個非常無聊的工業區 新莊 但是後來因為聽了《茉莉人生》的作者 那時候在美國是一個風靡西方社會的圖文書 後來改變成一個電影 我突然覺得《茉莉人生》這樣的一個故事 它在台灣其實也有 因為在整個社會轉型的過程當中 它對我的一個成長其實印象還滿大的 所以我後來就開始寫幸福路上的這個教本 一開始是想要開成劇情片 但是回到台灣之後 因為那個故事的荒謬性就有人建議我說 你要不要做成動畫 做成動畫的那個喜劇效果跟那個幻想性 跟奇幻風格會更強烈 我就覺得好像可以往那個方向做 所以就開始了幸福路上這個動畫長篇的計畫 幸福路上這個故事的主角叫林淑琦 她的年紀是設定在1975年的4月5號出生 因為我希望用我同年代的 是我熟悉的這樣的一個人去 帶出台灣社會的轉變 所謂的幸福到底是什麼 我怎麼會成為現在這樣一個人 好像要從我小時候的教育 點點滴滴跟追求的價值觀去回溯 那些我經歷過的課業壓力 父母的期待 社會的期待 還有社會事件的犀利 到底在給我什麼樣的影響 我跟林淑琦一樣大概是六歲的時候 搬到幸福路附近 那個時候的幸福路呢 還有很多的水田 布袋連水田 然後它就有一些矮房子 跟突然蓋起來的四層樓 老阿祖 所以我常常會一個人就跑到那個 幸福路路口一條大排水溝 其實它是個水浸 是個灌溉用的 可是在我那個年代呢 那個水浸旁邊 都已經有了家庭工廠 就排放很多廢水 就會跑到那個水浸上面去玩 自己坐紫飛機啊 坐紫船啊 然後充滿幻想說 那個船會帶我去什麼 乘風破浪的地方 那是我很深刻的回憶 幸福路 幸福路 要記得喔 後來找不到路 才知道怎麼回來了